你听说过生命的时间吗 没有生命时间条 有意思 我向铃儿决心竭尽全力 除人类痴病痛 就死不伤 不辞接心 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好护士 加油 加油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觉得特别踏实 不管做什么 都全身充满了动力 你一个女孩怎么能不能吃啊 服务员 再加三份牛排 没关系 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不想做的事 凌亚姐姐还是想帮你庆祝生日 铃儿的个性 像泰 和她相处久的人 都会觉得笨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想要去偷看 希望你可以帮助我 去替他完成心愿 是不是 只要我们心里记挂了彼此 我们的这份爱 却不会在世间打扮 却不会在世间打扮 你 自从成为了农民先生之后 我之前所有的记忆都消失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我想替吴奇完成他最后的执念 多亏你 要不 又爱斯扑敏那个人的鞭子 我宁愿爱鞭子 这对你来说太残忍了 爸 对不起 如果时间可逆的话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过单这么久 带好这个不要离生 他能保护你 向灵儿 你多站住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难道你想保护我一辈子 以后 我再也不会让你了 我再也不会让你了 大蒜 你还不会让你了 你多想找你 好 我再也不会让你了 你打开 你 我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想不想知道 你未来的白马王子是谁 你未来的结婚对象是谁 只要九九八 为你解决一切疑难咱们 我不想先预计未来 秦赞 你重色轻啊 秦赞这回遇见一个大姐弟 你们有没有觉得司空明最近怪怪 似乎没有喜欢的人了 哦 他们的关系 好像很熟的样子 反正都要离开 记住不是更痛苦 因为我有什么困难 我 阎梦 一定竭尽全力 阎梦 你能不能不要送送小猫的时间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吗 叶梦 你站住 向灵儿 你不要说了 我必须完成任务 对不起 每个人每段时间的运行轨迹 都会遇到不一样的人 经历不同的风景 每个人每段时间的运行轨迹 我们 都看过了太多的运动 知道事实无常 大家好 我叫白泽 难道 白泽 你也是蒙面先生 白泽 蒙面先生 有没有什么特意功能 蒙面先生有什么能力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能不能明白你自己的心上 我的治愈能力就是为你们存在 你哪儿都不许去 上辈子 我的父母不要 抛弃我 如果可以选择 我希望我的人生 不要这么多灿烂 然而我的生命中 出现过 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 才让我知道 人生的意义 是让我们去在意 在意我们的人